真够累的 真够累的 洗了个澡 说不多了吧 我也是 都多久没坐过 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了 感觉整个人都要散架 我都说了 别跟我回来 没关系 只要晚上有你这样抱着我 我就一天都累了 回潮 你爱不爱我呀 怎么又问这个问题啊 你说嘛 人家就想听你说 你说一千遍一万遍 不够 不够了 不早了 早点睡吧 明儿还有事呢 我说 帮我把手机拿过来 我把手机拿过来 卫超 原来你今天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不是 爷 爷 你做不几事 喂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追通 艾菲儿 你非得把事情搞成这样是吧 你怎么 怎么 现在知道心疼了 他只是刚刚开始痛苦 而我一直都在痛苦 你还说这次回来跟他分手 你怎么没说 我需要时间 我需要机会啊 分手 需要什么时间和机会啊 我不管 你现在就跟他说 你去哪儿啊 去哪儿啊 左手 韵儿不是你第一天上班吗 也是你实现梦想的第一天 黑猫警长 你小时候最喜欢的黑猫警长 一个是你 一个是我 我永远是你的小跟班 李超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把吃饭的事给忘了 我今天第一次做警车事情 我特别兴奋 所以我才把吃饭的事给忘了 你可真行 你这样吧 你在哪儿 我给你打包 我去美国读博的偶尔 我去美国读博的偶尔 你家李超到时候是一个博士后 我是一个女刑警 多佩戴 等我回来 咱们就结婚 我都已经到机场了 白痴 你在机场等我 我现在赶过去 别别别 来不及了 我要进去了 这么敢吗 李超 今天抱歉啊 太突然了 没事 我理解 你先忙吧 那你到了以后给我来个信 你自己注意身体 你也是啊 拜拜 你自己来不及了 你还是要再给我的 你自己来不及了 我可以让你真心里 你都不会 llun定 那就不要再唇我 咱们 有什么事 说吧 快点 我还有工作呢 你不是请了年假吗 现在没必要了吧 我昨天刚刚回国 我回来就是找你的 找我的 还带着你的新欢 卫超 你这么做事炫耀呢 还是挑衅啊 真的有点太过分了 如果这事不是我自己发现了 我到现在还被淋在鼓里呢 我没有想欺骗你 我这次回来 就是想跟你好好聊聊 现在还聊什么呀 是 对不起 我在国外游了别人 我背叛了誓言 卫超 其实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或者没时间你发个微信也行 我都能理解 但是 你真的不用大老远 坐飞机过来 告诉我这件事 尤其还带着你的新欢 我不想带她来的 她非要跟着我 我也没办法 行了 不用说什么了 我们俩之言没关系了 再见 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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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听我说一句 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其实我们的问题早就存在了 只是我们不愿意面对而已 这五年来 我们拘少利夺 我心里很苦 很闷 你 如果我不是真的爱你 我们早散了 你的意思是说 你好不容易 才坚持到了今天 你是因为终于坚持不下去了 才选择别的女人 你是不是还要我感谢你啊 你好不容易坚持了五年 你才选择了变心 我没有 我没有 燕燕 我变心是 我是真的受不了 我真的受不了 我在你心里的地位 我 我 永远比不上你的工作 永远比不上 是 燕燕 我当时我答应过你 毕业以后 我回过发展 那是因为你 那是因为你在国内 我想为你有所妥协 但是你呢 你永远都觉得 我做的都是理所应当 都是我应该做的 但每当我求着你 让你过去看我的时候 我得到的永远是拒绝 永远是失望 好像没了我可以 你没有了他 没有了这份工作 你活不下去了 你这么说太没劲了 被吵你什么意思啊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 没有我们俩的感情 放弃你的事业过 可是我们的现状 是不是有人得为对方 做出牺牲呢 还有我父母 知道的 他们压根地不支持我们的事 我在你们之间我也很累 压力也很大 但如果你真的跟我去国外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 哪怕做个全职太太 他们也会无话可说 现在他们已经过去了 我呢 我一个当儿子的 你让我怎么交代 挺好的理由 好 就算这些问题你也不考虑 你全部交给我 如果你需要我来顺应你 你告诉我 魏超 你回来陪我 我一定马上回来 但我试问 你给过我足够的动力吗 从我们恋爱那么久 你什么时候不是工作第一 魏超第二 我们去约会一有工作 你丢下我马上就走 从来不会把我的感受 放在心里 就连我这一次跨越了 大半个地球回来见你 你还是一样把我丢下就走 你对我的感情 到底是什么呀 这么收放自如 这么两无牵挂 你不能这么说 你不能怀疑我对你的感情 魏超 你刚刚说我的工作 这是我的工作性质 我们俩认识了这么多年 相熟了这么久 这一点你心里 应该已经有思想准备的 我 我有心理准备 但 但这个准备 比我想象中的难 难得多 方言 从小到大 确实你是我心目中的女英雄 我也曾经因为你的 与众不同而心动 但我现在明白了 当初让我心动的 就是我一厢情愿 就是我的浪漫幻想 但我是个男人 我也是一个人 我需要的是 我一个人的女英雄 不是所有人的 我现在明白了 其实我们的距离 不是半个地球的距离 而是新的距离 就算没有昨天那个女孩 还会有第二个 既然我们的道路不能并轨 就让我们彼此 说一声珍重吗 就像你说的 我的确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魏超 我接受不了的是你的背叛 你今天跟我说的这句话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如果你早点告诉我 也许我们两个还能改变 就算吧 变不了了 那你为什么 不能跟我分手以后 再开始你别的感情 我没有机会说 每一次打电话 你都有工作 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所以你就带着 你的新欢来找我 这样你就不用开口了 你明知道 那个电话是个意外 这个世界上没有意外 不是 看似的偶然 都是必然的假 爷爷 什么都不用说了 今天我想说的 爷爷都已经说了 我走了 我们还是朋友吗 魏超 你背叛了我们 纯真的友谊 我们还是朋友 很爱 我不是朋友吗 我不是朋友吗